你在这里收着去了吗? 不是啊? 收着了个明天,收到去了吗? 我没有收到 我这边说我们在这里吃的蛮多 我们在这两天下落去 然后他们冰衣官又拖不走 冰衣官又拖不走 冰衣官就把我们请的护不告了 我现在要折成体制房 所以我们的真是在哪里 因为我折成体制房说 冰衣官说冰衣官 冰衣官就不去走 在柔软气的环境中 他的尸体复发更快 冰岛伏子更快 对呀 他会一条龙 他不搞不来 这个患是搞韩国病院一家 一家专门受众东征北岸的患者 然后我们还把他经过禁区里禁区里 禁道 然后禁丢了 丢了 所以说 你看政府是什么 私事啊 私事里面要辣子 不知道 我们就知道 我们这个小议员哪 每天至少是一国大两国的死亡 就是我们这个小议员 你跟我大议员哪 所以我政府就说 你们这个干嘛的 身上没什么的 压瘾交辞职 我一人的辞职 你这什么傻钱 钱就不容 你这什么傻钱 那都不是 傻也把他去的生意 那时候都说了 他们慢着的时候回来 我说你磨过来 我说 他们那时候都说了 你咱们都不能回 不能回 他们说你磨 啥子往间 为什么我说往间往间呢 做八个人呢 做八个人呢 对 做八个人进去了 那帮人坑你之后有 然后坑你要磨高 还是别个 布上还是别个 对 说你只是死亡呀 你不是 不过他不会吧 因为我正在那边在挖的跑 我也听说你政府的把人到这里夹的 咋的 政府之外的摸摸 他的十级是有限的 每天只要扯两千国关施 十级活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这里 我们远莱败 只能捐线别人才能查核酸 门征病人是不允许查核酸 那么捐线地方能捐几个人 好 捐线然后所有的别人都不能查核酸 国家围经不查核酸 核酸先不是阳性 那么你这个人就不能下诊断是中症肺炎 病毒性肺炎 那么 我得办法就是说 你是医师啊 其实呢 其实就是不能下诊断呢 5 more bodies in 3 minutes and another dying in the hospital Inside China's outbreak center in Wuhan, a local resident found 3 body bags piled inside a funeral home van, which was parked inside the city's No. 5 hospital And a warning, some viewers may find clips of the scene distressing Feng Bin, the man who took the video went inside the inpatient department 3 minutes later, he went back to the van, and found 5 more bodies Feng Bin's back, where there's jeep3 And, number 10? hundred thou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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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can thoseno Bin's video went viral, but on the same day, police arrived to arrest him. Before being taken away,Bin quickly posted videos he took of the arrest online. He was later released around midnight after his videos began getting global attention. This month, Chinese funeral associations and several funeral companies are asking for help. A funeral home staff member told the Economic Observer that body bags and other supplies are in short supply,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reported death toll. Reporting by Juliet Song, NTD New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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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四大非面前,尤其是未经官方认证,未经官方认证或宣布,不得私人发布任何关于疫情的任何消息。 我明天告诉你,高尔夫目前官方没有确认病例,明白吗? 有哪个地方会通知呢?会不会官方发布? 你看官方通告,没有官方通告不能随便发布,一旦发布造成社会影响的,我们将追究法律的人。 现在我们要求你立即纠正你前面的朋友圈,一个是单独,第二个,再发朋友圈,对前面你发的信息进行纠正,怎么就这样? 你就是说,哎呀,可能刚才上一条信息也不是很准确,如果有大家带来困扰,表示感情,抱歉之类的,自己挽回影响。 我们跟领导已经请示,首先对你进行训诫,不过你拒不挽回影响或拒不道歉的,我们按照法律要求对你进行追究法律责任,依法处理,明白吗? 现在全国都是这么处理的啊